现在的年轻人是真不怕死啊 还是不知道痛风是什么 厉害 这肯定是莫得过痛风的孩子说的话 好家伙 痛风号称不死的癌症 知不知道什么概念啊 说真的 我真后悔之前几年胡吃海塞 得了痛风以后 每次疼起来 我都恨不得把我的腿剧断 一点莫夸张 三高和痛风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病 三高也就是难受而已 但痛风真是痛起来要人命啊 直播间里满是痛风患者的血雨泪 而造台前的礼仪 已经开始动手做起菜了 周星驰站在李懿身后 看着他动作训捷 游刃有余的操作 看得目不转睛 饶有兴致 这时候 换好了龙袍的达叔挺着肚子 黑黑笑着来到了后厨 阿星啊 你看我这个造型怎么样 WILL 他插着腰 冲周星驰显摆着 不错啊 周星驰回头看了眼 笑着说了句 就回过头来 继续看起了李懿的操作 达叔见状 注意力也被吸引了过去 好奇问 什么情况 没有啊 再看阿易烧菜 周星驰随口解释 烧菜有什么好看的 达叔兴致缺缺 不是哦 你多看一会儿 就会感觉有意思了 而且越看越上瘾 很好玩的 周星驰看着李懿锅中 翻飞的食材 像是在看电影一般 看得兴致勃勃 有没有这么神奇 达叔将信将疑地 学着他的样子 在后方看着李懿的操作 观察了起来 李懿站在灶台前 双脚自然站着 膝盖微弯 随着身体的动作 轻轻晃动着 但却稳如泰山 他一手端锅 一手拿着炒勺 不停翻炒着 锅中食材轻盈地 在锅中翻飞 但却连一块 掉出来的都没有 即便飞得再高 也都会精准地 被李懿接到 炒了半天 李懿的灶台边 连一滴汤汁的痕迹 都没有 干净无比 塞雷奥 达叔也看出了点门道 不愧是厨神 炒起菜来行云流水 浑然天成 尤其是这一招 祥龙十八炒 果然微妙 居然能把牛肉炒 飞这么高 他的腕力肯定很降 周星驰无奈地 看了他一眼 你别讲笑了 认真点 你没有发现 看他烧菜 有一种很享受 很解压的感觉吗 听他这么说 达叔重新看向了李懿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随即才点了点头 好像是哦 是很放松 直播间里 观众们听到他们的话 也纷纷附和地 发起了谈目 太对了 就是解压 很放松的感觉 我每次看一个烧菜 就有这种感觉 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必打开一个烧菜的 切片视频下饭 真的很解压 休旅题 掏马峰 奥德彪 断刀 翻新旧物 清洗地毯 一哥做菜 都是我的精神适量 这是因为一哥厨艺好 游刃有余 就像顶级跳水运动员 跳水一样 只是看着都是享受 达叔扫了眼 谈目显示屏 赶忙用胳膊 除了厨艺旁的周星驰 示意他看显示屏 抬头看着显示屏中 飘过的谈目 周星驰沉思片刻 随即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他轻轻砸了下掌心 像是掌握了什么新的知识 作为一个导演 了解观众喜好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会 直接关系到电影票房 而且他又是湘江人 生活环境和语言习惯 都和内地不同 所以更要多了解 内地观众的喜好 目前是短视频爆火的时代 短则15秒 长则一分钟的视频内容 成了内地观众的最爱 全国上下 只要能使用智能手机的地区 都有着短视频的受众群体 所以 作为电影导演 短视频的内容 是他不能忽视的一个领域 但在短视频内容中 却有一些内容的火爆 是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 那些扭腰斗胸的美女 跳舞视频播放量高 也就算了 但是一个蕴香蕉的黑人 会有那么高的播放量 他就有点难以理解了 同样 他也搞不懂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 看那些羞脏兮兮的 驴蹄的视频 不过看到这些观众的谈目后 他忽然意识到 可能就是像观众说的那样 他们喜欢看这种视频 是因为视频里展现的高超记忆吧 那些过度生长的驴蹄 在师傅的处理下 重新变得整齐 舒适 观众看起来 也会觉得有种舒畅感 而李懿烧菜的过程 也是将一样样不同的食材 经过巧妙的搭配 做成一道道精美的菜肴 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浪费一点食材 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所有的原料 所有的环节 都被他牢牢把控在手中 处理得完美无比 这个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顶尖的艺术 领会到这点后 周星驰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想要 请李懿来当 《时神二》的男主角了 正是因为李懿身上 有这种将记忆 提升到艺术境界的魅力 让人着迷 灶台前 一道道美食 已经被李懿做了出来 龙凤城祥 龙抱凤蛋 三鲜龙凤球 龙凤海鲜配 一道道龙凤和菜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让后方的达叔 都忍不住吞咽起了口水 哇 这些菜好香哦 他忍不住赞叹 今晚有口福了 周星驰笑着说了句 随即就看向了 李懿烧好盛出的菜 李懿身旁 几个蹲子徒孙等候着 在李懿把菜盛出来后 就把菜盘端去一旁摆盘了 还有十五分钟开宴 郝力宝也在忙活着烧菜 一边冲李懿提醒了句 好 用保温石和温着 带会儿溜到菜一起上 李懿说着 手中的速度 也加快了几分 摆好盘的蹲子徒孙们 则拿过了几个方形牲口银盘 往盘底中加入了开水 随后往里放了个架子 把摆好盘的菜放了进去 盖上了盖子 这是宫中的保温石和 专门为了给食材保温用的 古代皇帝三餐往往并不定时 御膳房的御厨们 为了保证皇帝 能在任何时候 吃到新鲜热乎的饭菜 才发明了这种保温石和 一直到现在 很多餐厅 食堂里都会用这种方式 来给食材保温 李懿最先做的 都是炖烧类型的菜 这种菜 是比较适合 用这种方式保温的 但如果是炒菜 就没办法这么保温的 因为祸气很容易丧失 再被热气一哈 味道就完全被稀释了 根本尝不出祸气了 前厅的宵夜 食和摆盘比赛 也进行到了尾声 观众也通过投票 决出了优胜者 一时间 前厅满是嘈杂 有人欢呼 有人懊恼 很是热闹 而一道道鱼贯而出的菜肴 却瞬间 把他们的注意力 都吸了回来 上菜了 哇 好香 在上菜的同时 负责传菜的工作人员 也在大声地抱着菜名 龙凤柔情 龙飞凤舞 扶龙凤厨 龙心凤甘 龙楼凤池 一道道名字大气 菜品华丽 香气扑鼻的菜肴被端出 引得嘉宾们一片赞叹 眼睛都看花了 直播间里 观众也是满眼羡慕 恨不得钻进屏幕里 替嘉宾把菜全吃了 奢侈 这才叫会吃啊 则则 就这桌宴席 普通人可能干一辈子 都未必够吃这一桌的 咱也是献过龙凤宴的人了 待会儿就点一只烧鸭子解馋 再多要一张饼擦嘴 在观众羡慕之际 嘉宾们则都在拿着手机 给菜品开光 虽然在场嘉宾 基本上也都是圈内 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也都吃过献过 但这种排场的龙凤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一个个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看什么都感觉新奇 黄晓明作为店长 送着最后一道龙凤菜 来到了前厅 在代表节目组 表示了对嘉宾们的欢迎 以及对观众的感谢后 他就宣布开宴了 在场嘉宾们 早就被菜肴的香气 勾得口水直流了 他们早上就没吃饭 专门等着中午的这一毒 要不是当着摄像头的面 他们已经开始抢菜吃了 听到黄晓明宣布开宴 在场众人却都安静了下来 没有人动筷子 虽然一个个都在吞咽口水 他们却都左右看着其他人 一边回头 看向后厨的方向 一哥还在做菜啊 林华开口问了句 话说到半截 却攒了半口的口水 差点被呛到 黄晓明早就知道 他们会这么问 于是笑着解释 一哥说了 不用等他 让咱们先吃 不然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听他这么说 在场众人却还是面面相去 依然没有人动筷子 要不还是等一下吧 孙丽开口说了句 反正也等不了多少时间 大家都知道 李懿才是这个节目的核心 所以都想等李懿出来 在一起吃 黄晓明文言笑着说道 不用 一哥说了 后面还有十八道菜要做 最少还得一个小时 让咱们先吃 所有菜的食材 他都留了一份 待会儿会单独做一桌宴席 和好师傅他们一起吃 我就是负责陪你们的 好师傅 他们得一哥去陪才行 听他这么说 在场众人就都放心了 纷纷拿起了筷子 那就不客气了 林华一马当先 直接就向龙凤城祥 伸出了筷子 所谓龙凤城祥 其实就是鸡和鱼合作的一道菜 他的头尾 都是用养殖黄和鲤鱼头尾 前烧烹制而成的 而在鱼身的部位 则是填充了香酥鸡块 公保鱼丁 糟溜鱼片 香茄鱼条 和溜鱼斧 林华家的就是香酥鸡块 略吹了吹凉后 就直接塞进了口中 大口嚼着 他忍不住惊叹 这个好好吃 比肯德基的鸡米花 好吃多了 和他不同 菜兰钉上的 则是盘中的糟溜鱼片 他知道这道菜不能放 放太久就会老 所以在孙丽提议等一会儿 在吃的时候 他就想提议先吃的 夹起一片鱼片 他就送入了口中 细细咀嚼了起来 他是所有嘉宾中 最有名气的美食评论家 所以 专门有一个鸡位 在拍摄着他的特写 品尝着鱼片 他满意点头 笑着赞叹 肉脆 皮滑 好吃 好演 张铁灵就坐在他身旁 听到他的评价 笑道 我吃鱼就觉得刺耳朵 还真没吃出什么脆的感觉来 菜兰听他调侃 也不着脑 只是笑眯眯的解释 鱼够新鲜 肉就会脆 肉会像是蒜瓣一样 层层分明 吃起来呢 会稍有点硬口 但一咬又会碎 嚼起来汁水很足 这种肉就是脆的 但要是鱼放得久了 肉就会软 变得软绵绵的 夹起来肉很松 这种肉 就没有新鲜鱼那么好吃了 口感上就不脆了 有这么神奇 张铁灵伸手 也夹起了一片遭流鱼片 送入口中一角 顿时眉毛一条 瞪着眼睛笑道 忧喝 的确很脆啊 哈哈哈哈 一旁的王刚瞅着他 一脸嫌弃的 扭头冲张国立吐槽 瞧瞧他那个 墨献过世面的样子 嘖嘖 外国有人 体谅一下 张国立嘴也很损 丝毫不放过 这个戳痛点的机会 但张铁灵 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就当莫听见 一筷子一筷子吃得开心 桌上其他人 也都吓住如飞 吃得满嘴流油 很快一道道凤菜 也被端了出来 每道菜端出来后 都会引起一阵轰动 让嘉宾们纷纷起身 拿着手机疯狂拍照 而当乾坤凤凤凰卵 被端出来 并且被荡着 所有人的面切开以后 现场的轰动 顿时达到了顶峰 毕竟有小孩脑袋 那磨大的一颗蛋 可不是平日里能见到的 听到工作人员 爆出的菜名 蔡少芬惊讶问 你们真的把凤凰的蛋 拿出来烧菜了啊 肿磨这么大 这是用酒中蛋的蛋清 半斤燕窝 还有一斤多的蟹黄 一起做出来的 黄小明一直在后厨帮忙 看到了这颗 乾坤凤凰卵制作的全过程 听到他的介绍 餐桌后方的众人 都有些按捺不住了 纷纷端着碗 拿着汤匙 就朝着乾坤凤凰卵伸了过去 工作人员在长期后 方正要帮他们分 但却反而被他们挤开了 一个个汤匙纷飞 一个个穿着龙袍和凤袍的代明星 此时却像是莫吃过饭一样 你争我抢的摇起了菜 下级罐和凤冠挤在了一起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看到这一幕 就连监视器后方的王田 都忍不住摇了摇头 玩犊子了 彻底乱套了 这悬妇客什么皇家规矩啊 直接抢吧 直播间里 看到一群皇帝和皇后 为了抢一颗蛋 挤得下级罐都掉了 挂在脖子上 却还大喊着给我留点的场面 观众们都快笑疯了 哈哈 这估计是所有综艺里 最疯狂的场面了 皇帝皇后抢凤凰蛋吃 绝了 太好玩了 要是加我一个就好了 好想尝尝这颗凤凰蛋 是什么味儿啊 人群中 张铁灵抱着小半碗 凤凰蛋挤了出来 从脖子后面 抓起了掉落的下级罐 扣在脑袋上 他就迫不及待地 用汤匙摇起了一勺蛋黄 送入了口中 细细品味着 他眯起了眼睛 摇头晃脑的嗡了声 咧嘴笑着 香啊 咔咔咔 看到张铁灵吃得嘎嘎直乐 观众也被馋得口水直流 但却都发着调侃的谈目 何大人说得对啊 洋人是莫怎么献过世面 洋人他能吃点什么呢 无非是汉堡披萨 炸鱼薯条什么的 呦 这不是饭五吗 几天不见 长行是了 不来点瓜酒 伤伤身子骨啊 谈目 显示屏在四周都有 张铁灵也看得到 但却像是一点也莫看到的样子 王刚莫几进去 就冲他问 味道怎么样 香 张铁灵竖起了拇指 哈哈笑着赞叹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了 这一次 王刚却默在嘲讽他 而是赞同的点头说道 用酒中蛋的蛋清和燕窝 混在一起做蛋白 用蟹黄做蛋黄 还能做到这么大 光是这份手艺 味道肯定就差不了 这时 张国立也端着小半碗蛋走了出来 看到王刚凑了过来 他摇起一勺 就送入了口中 一边品尝 一边点头赞叹 好好 好 好一个乾坤凤凤凰卵 这道菜应该可以成为天下第一蛋了吧 王刚看得眼馋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抬手冲张国立几没弄脸 给我来一口 尝尝 嘿嘿 那不行 我好不容易抢到的 张国立连连连摇头 王刚见状 索性直接上手抢了起来 一边黑黑笑着实眼色 就一口 就一口 你还真抢啊 张国立被他的无耻打败了 只能无奈地松了手 就一口啊 王刚接过碗来 就用汤匙咬着 把碗里的蛋白和蛋黄一起扒拉进了口中 吃了满满一口 才把空碗还给了张国立 嘿 你要不要点脸呢 都给我吃了 张国立知道他莫憋着好心思 但也被他这股不要脸的劲儿给逗乐了 王刚大口嚼着 一开始还是一脸享受 但咽的时候 却突然翻了个白眼 呦 好吃的翻白眼了 张铁灵根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报仇的机会 马上开口调侃 王刚伸了伸脖子 随即指着自己的喉咙 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噎着了这事 还是张国立了解他 赶忙去桌边找水 但却莫找到茶壶 只看到了一个酒壶 赶忙倒了一杯出来 他就拿给了王刚 快顺顺 王刚接过杯子 也不看是什么 直接仰头就喝了一大口下去 有酒水下肚 当即就把液在喉咙处的蛋白顺了下去 呼 他长舒了口气 拍了拍胸口 舒服了 你这就叫自作自受 让你抢我的蛋吃 张国立哼了声 笑着吐槽 王刚抢蛋吃本身是在做节目效果 但却是真噎着了 不过这股噎劲儿过去以后 王刚却注意到了 口中残留的味道 这是什么酒 他看着酒杯中残留的淡黄色酒水 有些好奇 这酒带着一股药味 但却并不呛人 反而和酒水中的甜味 搭配得十分均衡 入口柔和 回味悠长 很有滋味 这个酒 张国立也看了点酒杯 摇了摇头 我就是在桌子上拿的 不知道是什么酒 好喝吗 好喝 这应该是药酒 喝着很顺口 真不错 王刚嘖嘖赞叹着 仰头把杯中剩下的酒底喝完 又自己去桌上倒了一杯 细细品尝了起来 张国立健壮 有些好奇 有奈摩好喝吗 王刚本身就是个好酒之人 而且酒量不俗 平日里就经常喝酒 因为在圈里交友广泛 三天两头有酒局 他喝过的酒也数不胜数 甚至还代言过酒 此外 各种药酒也喝过无数了 甚至还给圈里朋友送过 张国立就收到过他送的药酒 而且口感还可以 以他这种老酒鬼的性格 居然还被一口酒精咽成这样 张国立也不由有些好奇了 于是 上前两步 张国立也拿过了酒杯 给自己倒了一杯 打算尝尝看 他低头先闻了闻味道 一股淡淡的药香 就飘入了鼻腔 嗯 满意的嗡了声 他对这款酒的期待 顿时提升了起来 他喝药酒 不喜欢有太浓的中药味 真正好的药酒 药力都泡进了酒里 得入口后 才开始挥发 太浓的药味 就很可能是后家的添加剂 或者是要莫泡透 这种不充鼻子的药酒 喝起来应该会很舒服 又嗅了嗅气味 他才低头小敏了一口 酒水一入口 他就忍不住挑了挑眉烧 这酒水竟然有些微微发愁 而且入口的味道先是甜味 随后才开始 有一股特殊的香气浮现 这是哪种酒来着 就在他还在分辨这股味道的时候 酒水中的药香味 才开始慢慢挥发了出来 微微的苦味 但却不色口 药香却格外浓郁 混着酒香一起向着鼻孔窜 感受到这股药香 张国力赶忙将酒水咽了下去 这可都是药力啊 得喝到肚子里才有用 咕咚 一股温热的酒液痕迹 划过了胸口 沉浸了胃里 瞬间 整个味都温暖了起来 吼 吐出了一股带着药香的酒气 张国力也由衷赞叹 好酒啊 是不错吧 王刚杯中的酒 已经又被喝完了 他重新倒着 一边冲路过的黄小明问 小明啊 这个酒是什么酒 还挺好喝的 黄小明看了眼酒壶 笑着解释 这是一个专门为 今天的宴席做的涂酥酒 这场龙凤宴 是皇家过年吃的 所以会喝涂酥酒 这个酒 是用六种药材和木瓜酒 冰糖一起煮出来的 很好喝的 对 木瓜酒 张国力拍了拍脑门笑道 我就说这个酒香有点熟悉 就是木瓜酒 是挺好喝的 王刚端起了倒满的酒杯 低头闻了口 才笑道 我都喝了两杯了 这个酒喝着特别顺口 真不错 听到他的话 黄小明一愣 赶忙说道 王老师 这个酒虽然好喝 但不能喝多的 一哥说这里面用了乌头 虽然炮制去毒了 但最好 也别一次性喝太多 这种三千的杯子 最多喝两杯就可以了 多喝对身体也不好 啊 这 王刚端着酒杯 低头看着杯中的酒水 一眼纠结 这酒的滋味绝佳 小小两杯 他的酒虫才被勾出来 就被告知不能喝了 但乌头的大明他也是听过的 也确实不敢多喝 由于半晌 他还是叹了口气 把酒杯放了回去 好东西是好东西 就是不过瘾 前厅中 一张张肠机上摆满了精美的菜肴 各个金龙大宴桌旁 嘉宾们吃得满嘴流油 周星驰从厨房出来后 就回到了座位上 他的座位在有本昌老爷子的旁边 回到座位后 他就和有本昌老爷子聊了起来 他也演过技工 当初也研究过有本昌老爷子的版本 只可惜 最后票房去铺街了 有本昌倒是很喜欢他 主动跟他聊着 电影制作相关的问题 而周星驰身旁 达叔和古德昭 则一心铺在美食上 吃得满嘴流油 直播间里 观众们也都被一道道精美 而又丰盛的菜肴 馋得口水直流 以往的节目里 礼仪最多也就做个十几道菜而已 但这一次的宴席上 却足有将近三十道菜 而且每道菜的难度 几乎都能在之前的节目里当主菜了 把十多种情味的脑子 混合在一起 用模具做成拳头大的凤凰脑 再用高汤慢炖而成的 百凤朝黄手 烤鹅腹中酿整机 破开腹部后 还有九颗蛋 而把九颗蛋切开后 他们的蛋黄居然是用肉做的 而且 横截面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九重不同字体的符字 这些菜 不论是创意还是制作手法 都让所有人叹为观止 因此 当做好了最后一道菜 李懿带着好力宝 以及后厨众人一起出来时 顿时就收获了全场的掌声和欢呼 太牛了 易哥 厨神 哈哈 在场嘉宾都和李懿录过节目 也都尝过李懿的手艺 可惜 当他们刚刚被李懿的手艺惊艳 吸引 着迷的时候 录制就结束了 他们也只能离开了 而这次的宴席 让他们重新有了 再次品尝李懿手艺的机会 而且一次性就能吃到这么多菜 还是从来没吃过的菜品 这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路德最享受的一次节目了 面对一众嘉宾的欢呼 李懿笑着压了压手 才开口说道 这次宴席 多亏了好师傅 和各位国宾馆的大厨们帮忙 不然这桌宴席 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说着 他回身让出镜头位置 这里面我亲手做的 只有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菜和食材的处理 都是好师傅和各位大厨做的 现场嘉宾们文言 马上再次欢呼了起来 向诸位大厨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郝力宝呵呵笑着 合掌冲镜头 和现场嘉宾道谢 后方徒弟徒孙们 也都一起鼓着掌 看向了郝力宝身旁的李懿 经过这一天的合作 他们对李懿的实力 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 如果说早上过来的时候 他们还不太理解 为什么郝力宝对李懿 为什么这么好 甚至还把象征着 总厨的围裙借给了他 纳摩在亲眼看到 李懿精妙无比的厨艺后 他们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 郝力宝对李懿的重视 完全是出于 对其实力的尊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连后厨管理 各项流程安排上 李懿也处理得井井有条 丝毫没有任何忙乱的情况发生 在场就算是最小咖的杂工 放在外面 也都是能当酒店总厨的存在 自然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这意味着 李懿对于整个后厨的运行 都了解到了极致 对于大型宴席的制作 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所以他才能知道 该怎么进行安排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哪个环节需要增加人手 哪个环节需要加快速度 这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 可以驾轻就熟地控制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他都能轻松解决 而这 正是一个合格的总厨 所需要的能力 因此 这一场宴席下来 所有大厨对李懿的总厨身份 都没有了怀疑 哪怕是郝力宝亲自上场 也未必能比李懿做得更好了 正如黄晓明之前说的那样 在做菜的时候 后厨已经留了足够的食材 来做员工餐 后厨众人出来时 也将做好的两套菜 一起端了出来 放在了 肠机上吃了起来 和嘉宾们不同 在场大厨 都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专业人士 在品尝的时候 他们吃得更加仔细 更像是在考试 实际上 这也确实是一场考试 郝力宝在关注着手下 每一个徒弟和徒孙 想看看 其中到底有几个可造之材 他也在品尝着菜品 不过 他只吃李懿动手做的那几道 在将所有李懿做的菜 都尝了一遍过后 他又尝了尝自己做的那几道 沉默思索了半上 才把筷子放在了桌上 经过整体对比过后 他发现了一个 自己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那就是在厨艺方面 李懿貌似 也要比他强不少 这和他一开始 对李懿的认知 有所不同 在第一次尝到李懿做的菜时 他只是觉得 李懿的厨艺很好 甚至不弱于他 但在整体尝了这桌宴席中 李懿做的菜和他做的菜后 他却发现 他当初的判断 好像有点自大了 他的手艺在国内绝对是顶尖的 这点他很有自信 可在尝了李懿做的菜后 他却发现 他的菜终究还是没有李懿好吃 他的菜很香 不管是醋香口的菜 还是咸咸口的菜 味道都很突出 让人印象深刻 但李懿做的菜 却可以给人一种 恰到好处的感觉 多一分 少一分都不行 就是纳摩的恰到好处 完美无缺 挑不出毛病 如果说他的菜 可以达到98分 那摩李懿的菜 绝对可以达到100分 就连他都挑不出 任何毛病来 这一刻 他想把李懿 拐回国宾馆的念头 终于达到了巅峰 在后厨众人吃饭的这会儿 嘉宾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吃饱喝足后的 他们来了精神 鬼点子也都冒出来了 杨韶月他们腾空了 两个金龙大宴桌 并在了一起 然后拿出了桌游 于是 一群皇上和皇后 都坐在一起 挽起了三锅沙 而林花则嚷嚷着 让节目组 把设备都拿出来 要唱几首歌开开嗓 节目组准备的空档里 穿着龙袍的郑军 和艾尔肯坐在了一起 每个人都抱着一把吉他 拼起了琴 腾格尔则拿出了 带来的草原白 和段一红 陈建兵等人喝起了酒 一时间 现场热闹无比 吃饭的吃饭 喝酒的喝酒 玩桌游的玩桌游 弹琴的弹琴 唱歌的唱歌 直播间里 观众们在各个视角乱窜 他们玩得开心 观众们也看得开心 很多观众都在发着谈目表示 如果可以 希望节目可以一直停留在这里 但天下 没有不散的沿袭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最后一期收官的录制 也逐渐到了尾声 玩闹到晚上后 中午吃的菜 都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 开宴前摆好的宵夜食盒 就被端出来了 这个比赛前三名的奖励是什么 热巴拿起了一个 酥油暴罗小口吃着 一边好奇询问 这次的宵夜 适合摆盘比赛 他和杨韶月组成的小组 成功拿到了第一名 李懿说过 这次摆盘比赛 是有奖励的 他很好奇 会奖励什么好东西 听到他询问 现场嘉宾们 都看向了监视器后方的王田 王田健壮 就笑着起身 来到了镜头旁边 要不咱们先说惩罚吧 他笑着问了句 好啊 先听坏消息 面对目前国内 最强综艺制作人 嘉宾们都很上道 获得这次摆盘比赛 后三名的是 王田拿出了笔记本 对照着上面的记载念着 第三是凤凰传奇 凌花和增益组合 没有错 就是我们 凌花举起了双手 冲刺周挥了下 笑得开心 对于他这种草原来的 女汉子而言 摆盘什么的 的确不是他擅长的方向 他只能把各种食材 都堆满了食盒 美不美令说 分量的实在 王田笑了笑 说出了惩罚 你们的惩罚是 互换道具服装 合唱一首你们的歌 而且要唱对方的词 哦 现场嘉宾们听到惩罚 顿时兴奋地起哄了起来 凌花和增益听得一脸猛 增益看了眼凌花身上的凤袍 愕然问 什么意思 是让我穿他这身衣服 他穿我的衣服 对 王田笑着点了点头 不要了吧 怎么玩得这么狠 增益脸上写满了拒绝 但现场嘉宾们却 不肯放过他 一个个唯恐天下 不乱地架着秧子 换 换 换 其中尤其以热巴 杨韶月他们叫得最为起劲 直播间观众也满屏兴奋 跟着一起起哄 哈哈 我还没现过 增益穿女装呢 肯定好看 真的想象不到 我增益哥穿凤袍的样子 哈哈 穿女装还好说 主要是得唱歌 凌花的 替增益哥唱得上去吗 哈哈 我要叫我奶来看 这是大场面啊 眼看全场起哄 增益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能愿赌服输 跟着凌花去了化妆间 各自把衣服换了 很快 先换好了龙袍的凌花 就背着手 先回到了现场 众爱清平身 哈哈 她装模作样地抬了抬手 跟着自己 就先绷不住笑了起来 哇 凌花姐好帅啊 杨韶月那一群小女生 两眼放光 开心地拍着手 赞不绝口 我这还没粘胡子呢 粘了胡子更帅 凌花摸了摸光秃秃的下巴 犹豫了下 回头看了眼男化妆间的门 随即就转身往女化妆间走去 老曾还没出来 我先粘个胡子去 说着 她就匆匆回了化妆间 她进了化妆间末一会儿 男化妆间的门就打开了 见状 现场所有嘉宾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 看了过去 门口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但跟着 一直捏着手绢的手就伸了出来 晃了晃手绢 哦 哈哈 现场嘉宾都知道 那是曾义的手 纷纷笑了起来 跟着 穿着凤袍 涂了口红的曾义 就略显羞涩地 从男化妆间里走了出来 哈哈哈哈 热巴当即就仰头 笑得差点痒了过去 而杨韶月 则已经拍起桌子了 在场其他嘉宾 也笑得前仰后合 直播间里全是笑喷 傻眼 纳眼睛的表情包 曾义倒是玩得起 出来后就插着腰 捏着嗓子 举起了捏着兰花纸的手 指着嘉宾们吐槽 笑什么 敢嘲笑本宫 都拖出去斩了 她不说还好 一听到 她捏着嗓子的语气 在场众人不由 笑得更开心了 这时候 女化妆间的门也打开了 沾好了胡子的灵花 从化妆间里走了出来 正好看到了 举着兰花纸的曾义 当即就没憋住 扑斥笑喷了出来 哈哈 老子你哈哈哈哈 她笑得脚下 都亮腔了起来 指着曾义 气都喘不晕了 死鬼 连你也笑我 曾义回头甩了个白眼 没太横生 哈哈哈哈 灵花直接笑得 坐倒在了地上 抬手拍着地板 眼泪都笑出来了 看到她的样子 曾义也绷不住了 哈哈笑了起来 笑了半赏 大家才都止住了笑意 好 现在有请咱们的凤凰传奇 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 王田招呼着 把灵花和曾义 请到了腾出来的表演区 来到表演区 看着对方的造型 曾义和灵花又绷不住了 笑场了几次 才好不容易忍住 开始准备唱歌了 很快 全是爱的前奏就响了起来 如果你不爱我 就把我的心还我 灵花压着嗓子 模仿着曾义的唱腔 唱着副歌 她的歌声唱出来后 顿时引起了满堂的欢笑和喝彩 虽然好笑 但不得不说 她模仿的还挺像的 等到曾义开口的时候 现场的欢笑声 顿时更上了一层楼 你说到底为什么 都是我的错 都把爱情想得太美 现实太诱惑 曾义捏着嗓子 唱的句句都在吊上 但却效果十足 欢笑之间 现场嘉宾们 也都被调动起了情绪 跟着他们一起唱了起来 到底为什么 让你更难过 这样爱你 除了安慰 还能怎么做 看到效果这抹好 灵花和曾义 也彻底放开了 等到了说唱部分的时候 曾义不光捏着嗓子 就连动作都加了进来 没错 是我那魔多的冷漠 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 不过 一个女人的心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 在唱到一个女人的心的时候 曾义还冲着镜头 飞了个魅眼 顿时 直播间里谭目分涌 哈哈 我的妈呀 曾义哥是彻底完开了 曾义 我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哈哈 这场表演堪称世纪经典 剑一录屏 反复观看 完蛋 给它玩起来了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下 曾义和林花的表演 圆满结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喜欢 曾义高举双手 很是奔放 结果一用力 把凤袍腌下的线给扯开了 两团叶毛 顿时暴露在了空气中 妈呀 现场顿时惊叫声一片 乱成了一团 眼看场面有点失控 王田赶忙招呼着 让尴尬 捂着夜下的曾义和林花 先下了台 不过曾义好像已经习惯了凤袍 居然没有换掉 而是穿着凤袍和林花 一起回到了餐桌旁 拉过自己摆盘的宵夜食盒 从中拿出了一把瓜子磕了起来 他这造型 在磕着瓜子 顿时逗得一旁的郑军 忍俊不禁 忍不住调侃 你这造型也太摇滚了 曾义也开着玩笑 摆出了一个昂首挺凶的姿势 那不一样 郑军笑着调侃 梁龙那是母仪天下 说校间 王田已经开始念第二组惩罚了 排名后二的是张铁灵和王刚祖 惩罚是无表情喝声炸苦瓜汁 如果有表情 就要继续喝 不能停 这俩人原本都末打算和对方组队 但却末想到 问了一圈下来 别人都组好队了 就剩下他俩了 于是 他们也只能捏着鼻子组队了 他们的摆盘 张铁灵打算用书法理论 摆个九幅图出来 但他摆就摆了 可在摆的时候 嘴里却还在吐槽着王刚 王刚也不惯着他 在一旁各种捣乱 最终九幅图只剩下了一幅 而且字还摆错了 最终导致他们的识盒 排到了倒数第二 张铁灵原本就因为 王刚捣乱恼火不已 在听到惩罚内容后 就愈发不爽了 斜着双牛眼 一个劲地瞪王刚 等到榨汁鸡和生苦瓜被端上来后 他的怨念也愈发深重了 不过愿赌服输 他也没办法耍赖 于是只能哀声叹气地 端起了一杯苦瓜汁 但端起苦瓜汁后 他却没喝 而是冲王刚瞪眼 你先喝 我先喝 就我先喝 王刚嘟嘟囔囔地哼了声 随即就伸手端起了一杯 绿色的苦瓜汁 苦瓜挺好 拜火 清热解毒 他安慰着自己 随即就像是喝药一般 仰头将一杯苦瓜汁闷了进去 一口咽下 苦味瞬间蔓延 他努力保持着表情的平静 但眼角却在微微颤动 好在最后 他还是忍住了 没有让表情失控 哼 他卡弹式地喝了口气 才转脸冲张铁灵示意 到你了 来就来 张铁灵一瞪眼 随即也端起了杯子 看着杯中的深绿色液体 他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低头闻了下味道 他顿时就哭起了脸 这味儿 定了定神 他深吸了口气 随即就仰头 把杯中的苦瓜汁 一下倒进了口中 一口咽下 他绷着脸 忍着口中的苦涩 眼珠转了下 他忽然看到了一旁 王刚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 回忆起刚刚被王刚捣乱的情况 他顿时心头火起 你坑我 我也不让你好过 哎呀 他忽然表情失控 苦着脸哈着气 眉头紧皱 眼看他原本能忍得住 但在最后一刻 却突然失控 王刚怎么会不懂他的心思 你故意的吧 王刚赶忙冲王天说道 他没忍住 他继续喝 我忍住了 我就不喝了 不行 王天摇了摇头 你们俩是一组的 一个人默忍住 两个人都要喝 王刚一脸嫌弃地 看向了张铁灵 咬着牙吐槽 你有意思模拟 有意思 谁让你刚刚捣乱的 张铁灵嘎嘎笑着 幸灾乐祸 就是要让你常常记性 好好 王刚点了点头 随即就端起了一杯苦瓜汁 仰头就喝了下去 这次他也不控制表情了 任由苦涩在脸上扩散 让他整张脸的五官都揪到了一起 哎 你这 就是故意的了呀 张铁灵指着他跳了起来 喝 王刚把杯子放回去 就指着他面前的苦瓜汁 咬牙切齿地招呼 怕你啊 张铁灵也跟他杠上了 端起一杯苦瓜汁 就一口气喝了下去 同样表情扭曲 王刚也不甘示弱 又端起了一杯 喝了下去 张铁灵二话不说 抹了下嘴巴 也端起了一杯 一时间 他们两人像是 开展了一场比赛 谁也不服谁 周遭的嘉宾们 看着他们一杯一杯地喝 自己的表情 也都跟着扭曲了起来 这俩人是真不怕苦啊 见状 一旁的工作人员 也赶忙去后厨 又拿了几根苦瓜出来 刚刚榨的苦瓜汁 已经快被喝完了 于是乎 炸之际的轰铭声 就变成了张铁灵 和王刚PK的战哥 在周遭众人惊叹的眼神中 他俩一杯接着一杯 喝得脸都绿了 直播间观众们看在眼中 也是震撼不已 妈呀 我看着都苦 这也太吓人了 该不会是黄瓜汁吧 怎么这么能忍 我的天 我看着胃里都抽筋了 这俩人是真要分出个胜负吗 哈哈 就该让他们 多吃点苦头才对 一时间 所有人都被他们的PK 勾起了好奇 到底他们俩 谁才能获得 这场大战的胜利呢 又是一轮苦瓜汁下肚 王刚伸手去抓 却抓了个空 苦瓜汁呢 他看向了一旁的工作人员 问了句 但说出口的话 却有些含糊 他感觉自己的舌头 都被苦得慕了 没有了 工作人员贪了贪手 买来的苦瓜都榨完了 一根都没有了 王刚健壮 就看向了刚刚也喝完一杯的张铁灵 指着他面前的空杯子 树 看谁喝得多 听到他的话 周遭嘉宾们全都围了过来 摄制组也扛着摄像机过来 拍摄着特写 现场嘉宾们一起帮他们数着 先数张老师的 一 二 三 一共27杯 王老师这边是 一 二 三 也是27杯 打平了 看着数出来的杯子 王刚和张铁灵的脸色更绿了 一旁的张国立 哈哈笑着过来 冲他们俩打去 哈哈 你们真有意思 谁也没赢 每个人 喝了一肚子苦瓜汁 哈哈 也好 苦瓜汁健康 对身体好 对吧 哈哈 见他笑得幸灾乐祸 王刚和张铁灵 不约而同地张开了嘴巴 嗝 张国立捂着鼻子 瞬间就被他们满口浓郁苦瓜味 给熏跑了 顿时 王刚和张铁灵都解气了